幫你整理表格 幫你寫文章 幫你摘要重點 NOTION AI最近要開始收費了 和缺的GPT比較起來 到底該選擇誰呢? NOTION AI和缺的GPT Plus 到底有什麼不同? 該每個月花20美金 租用缺的GPT Plus 還是每個月只花10美金 使用NOTION AI呢? NOTION AI可能是市面上 最受歡迎的雲端筆記軟體 如果你還沒有使用過 你可以到NOTION 網站 以Google帳號 或者是Apple ID註冊 如果你已經使用過其他的筆記軟體 比如說像是Evernote 或者是Tredo等等 你可以透過NOTION所提供的 匯入工具 將你以前所使用的筆記軟體的內容 匯入到NOTION NOTION AI有一個很棒的優點 就是你不需要使用VPN 你也可以使用它 NOTION AI如何使用? 只要按下空格 就可以呼叫出NOTION AI 讓我們看一下 NOTION AI可以幫助我們做什麼 我們透過NOTION AI幫我們 想一下在YouTube的拍片上面 有什麼樣的好的想法 我們可以讓NOTION AI繼續書寫 我們也可以讓NOTION AI 把書寫的內容 再寫得更詳細更長一點 我們可以請NOTION AI來協助我們 將文章的內容 修改它的語氣 我們可以改成 專業的 輕鬆的 直接了當的 有自信的 友善的 對一篇文章 只要選擇 你要改寫的文章內容 並且按下右鍵 就可以呼叫出NOTION AI 然後我們選擇 ASC AI 我們可以請 NOTION AI幫我們改善寫作 我們可以讓它 找到錯誤的拼音 以及糾正文法的錯誤 我們可以讓它再變得更短一點 也可以讓它再變得更長一點 我們可以把文章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 比如翻譯成中文 不過減反轉換需要自己處理 我們可以用 NOTION AI摘要文章內容 我們可以選擇 將摘要的結果 擺在文章的下方 我們也可以讓AI 再把文章再寫得更長一些 我們可以請AI幫我們 尋找文章當中的 可行動的內容 讓你摘要會議的重點 我們可以請AI幫我們 製作To-Do List 一首詩 破例的大綱 優點和缺點的列表 斷寫直缺的內容 銷售信件 及招聘信件 諾文 寫故事 寫發佈的新聞稿 以及在社交媒體上的 破文內容 以及大綱 我們可以透過 NOTION Web Clipper 來揭取網站的內容 我們可以請 NOTION AI幫我們製作表格 按加空白鍵 我們可以請 AI幫我們製作一個 優點跟缺點的比較表 我們可以透過 AI 將文章轉換成表格 NOTION AI和NOTION高度的整合 而且產生的結果 排版相當的美觀 NOTION AI所產生出來的內容 目前很容易被偵測出來 是由機器人寫的 所以如果你所使用 NOTION AI產生出來的內容 是要發佈出去的內容 你會需要進行改寫 比如說我們將以下內容 放到AI的偵測器 你CopyLeak這個網站 就偵測到 這裡面大部分的內容 都是由AI所寫的 網路上現在已經有 Paraphrasing Tool 它可以幫你把 通過NOTION產生出來的內容 幫你換句話說 比如說我們把剛才的內容 貼到這裡 並且請他幫我們換句話說 就是我們再把網站的內容 貼到檢測器 檢測看看它是不是已經通過了 透過剛才的 換句話說的網站 內容就通過了AI的檢測 而同樣的工具 在中文叫做洗稿 但是請注意 洗稿以及像剛才的換句話說 其實是一個取巧的工具 NOTION AI可以幫助 我們產出部分的內容 但是要讓NOTION AI所寫出來的內容 真正符合你的期待 你會發費許多的時間去進行調整 而這些調整的時間 可能會大於 你自己親自下去寫 所花費的時間 和TradeGPT第四版相比 TradeGPT目前所產生出來的內容 還是比NOTION AI再強大一些 比如說以剛才的 機器人文章檢測為例子 目前TradeGPT所產生出來的內容 相對的很難被偵測出來 NOTION AI的優點是 它的文字產生速度 比TradeGPT再來更快一些 因為目前TradeGPT實在是太過於熱門了 我們嘗試將由TradeGPT產生出來的內容 丟給剛才的AI檢測軟體 我們發現TradeGPT所產生出來的內容 有很大的機會是沒有辦法被偵測出來的 所以TradeGPT雖然比較貴 但是它有它貴的原因 以前我常使用一套叫做Grammody的軟體 來幫我檢查文法 如果你選擇TradeGPT或者是NOTION AI 也許Grammody可能會被取代掉 Grammody有可能會是 因為新的AI工具的產生 而因此而倒下的公司 如果你使用NOTION的主要用途 是使用NOTION幫你做筆記 做摘要 協助你快速的學習 你並沒有想要把 用NOTION AI所使用的內容 發布到網路上 而且你希望可以更快速的 獲得由NOTION AI取得的成果 那麼NOTION AI就會比較適合你 如果今天你是一位內容創作者 你所創作的內容 是會需要發布到網路上的 我們現階段來說 TradeGPT可以產出更好的結果 NOTION AI是一套非常好用的工具 它可以幫助你節省大量的時間 根據最新消息 現在不管是NOTION TradeGPT 甚至是微軟 已經打算將GPT模型 整合到Office 365 以及我們之前已經知道的 微軟並搜尋引擎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 GPT這樣子的生成式AI 將會無所不在 而且大幅度的改變我們的生活 提高我們的生產力 你會想要使用NOTION AI嗎? 歡迎留言在下方告訴我們 這裡是安祈蘭 我是藍絲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